最近皮膚變好的小秘密就是 Plinic 3 Steps 我已經用了很多 連續用了一個多月 這段影片我堅持一定要用素顏拍的 是因為我想讓大家看看 我用了這三支的3 Steps之後 我的皮膚變成怎樣 如果我化妝後看不到我的真實情況 我怎麼說這三支 你都會覺得這個人是否傻了 沒有說服力 你看到我的皮膚本身比較乾 我這些位置 因為我以前是青春期生暗瘡的關係 所以毛孔比較粗大 但我現在是沒有化妝的狀態 眼袋比較深 比較不太好 但最近我的皮膚真的不錯 沒什麼生暗瘡 沒什麼黑頭和酒米 剩下這些都是暗瘡印 而且我覺得用了這三支之後 皮膚變得很柔軟 最重要是氣息好了 因為之前不化妝 真的太暗瘡了 現在也有點自信 Klinic是一個皮膚科醫生品牌 所以它的產品都是皮膚科醫生研發的 這三支可以說是Klinic最王牌的產品 為什麼一個品牌由1968年成立到現在這三支 依然是押納不到 依然是這麼好買呢 一定有它的原因 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們到底有多好用 大家現在看到這個潔膚水 為什麼會有四支不同顏色呢 就是因為 3 Steps是一個Custom Fit的產品 Klinic皮膚科醫生 將我們的Skin Type分為幾種 分別是極乾性 混合性偏乾 混合性偏油 油性 暗瘡肌 買這個3 Steps之前 Klinic的同事會幫你做一個詳細的皮膚分析 從而得知你是哪一種Skin Type 用哪一個配方 原來我是混合性偏乾的Type 所以這三支產品最適合我的皮膚 第一個 Steps就是這支 洗臉液 這支洗臉液的質地是GEL狀 它不會起到很多泡 它沒有什麼化學氣泡劑 所以是蠻好的 而且洗完臉之後 你會覺得皮膚不會很乾 不會很繃緊 我覺得真的蠻保濕的 而且你覺得洗得真的很乾淨 這支可以清理到皮膚的油、油脂、污脂 清理得很乾淨 這支就是它第二個 Steps 它是叫做溫和潔膚水 主意它不是Toner 它是潔膚水 其實因為Klinic的皮膚科醫生 就說臉上有很多死皮 很多老化的皮層 用一般的Toner或洗臉液 未必可以清理得走 所以就用這支清理得走 而且它同時有一個 這個是Klinic的 不雪芳的棉花球 這支潔膚水 其實它的功能是抹走皮層 而不是保濕的 所以你會聞到它有一點酒精味 這支酒精叫做淨化酒精 甚至連寶寶的濕紙巾 其實都是用這種酒精的 它是皮膚科醫生調配好的份量 所以塗在臉上 其實它一秒就會跟溶解的死皮一起蒸發 不會留在皮膚表面 而且不會傷害皮膚 而且棉花球塗抹的手法也是很重要的 整塊臉你只需要抹一次就可以了 千萬不要重複 慢慢抹一次已經足夠清潔你的皮膚了 之後你會看到這個棉花球又灰又黃 這些就是你的死皮和角質 用完這個Step 2的潔膚水之後 我們就要用這一支了 這支是Step 3的特效潤膚露 其實它不是臉霜 它比較像是肌底液 你用完Step 2 去完死皮之後 塗這個 它就會幫助你的皮膚 變得很吸收其他產品 可能你的皮膚比較不容易吸收 甚至你用一支三千元的臉霜 你的皮膚吸收不到 那也是沒用的 這支就是令到你的皮膚 可以變得更有能力 吸收了一個三千元臉霜的精華 這樣的道理 這支是給我混合性偏乾皮膚用的 它的質地我是超級喜歡的 因為它是很滋潤很滋潤 但是它完全不會流 甚至夏天也是很舒服 用完這個Step 3之後 不代表你的護膚程序已經完結了 那你之後 其實假設就好像平常一樣 要塗你的精華 塗你的臉霜 那就可以了 這三支大概就是這樣 還有要提醒大家 你買這三支東西 一定要去專櫃找CANDA的同事 幫你做皮膚測試 你不要自己立暖在其他洗手間 看見這支洗臉霜有三支 有四支 隨便立一支 千萬不要 因為你未必清楚皮膚性質的時候 亂用它不是屬於你的方法的配方 其實是不好的 對你的皮膚是有傷害的 所以你去專櫃找CANDA的同事 幫你做皮膚測試 然後他們會推薦你的皮膚類 然後配合適應的產品給你了 你看看現在 皮膚好了很多吧 因為你之前看我的影片 可能你看兩三個月之前的影片 我的暗瘡是比較厲害的 那時候經常都會生暗瘡 可能皮膚不乾淨 皮疹在那裡 死皮 保濕了毛孔 那就很容易生暗瘡 但是這三支 幫你做到結膚之餘 又真的會令你皮膚好了 所以我真的都 推薦這支給大家 好 希望大家喜歡我這次的 Skin Care的介紹 希望大家會 thumbs up 和subscribe 我們下次再見 bye bye